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讲实在话 我还要跟你讲什么股票 正发这张股票是不是也是电脑机壳 所以盘中也特别在我们盘中的节目跟你讲说 实际上AI的领头羊是谁 救世主是谁 就是银帮 银帮今天是早上的时候很早就锁涨停板 正发也是几乎是一架到底 情城是后面跟着奔上涨停板 所以这行情就很明确啊 AI在这边就是本身就是由这个救世主 这个区块已经开始要发酵了 而且昨天的会打本身也大涨 包括AMD也大涨 再创了波段的新高点 所以这行情在跌什么 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政治的问题就是归于政治 因为大家总之想还是很兴奋 到底谁要当选 会不会有变天的时候啊 所以我们中天的投资朋友也非常的期待 会不会变天啊 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大家都有观望气氛 的确这个地方是观望气氛 但是我常跟大家讲一句话 你要记住一件事啊 因为这是多头行情 所以你谁是你的好朋友 真正的好朋友 因为政治是一时的 好朋友就是下跌就是你的好朋友 因为下跌的时候你选到好的股票 它未来上涨的时候就会给你钱赚 对不对 你来股市为什么 不是为了一时的政治 是为了长长久久 能发发发发发 发99 8899 又一直持续的发发99 长长久久啊 所以这个地方 当然这个地方就 这个行情就非常有味道 所以看起来是难盘见高 因为这个跟你讲什么 你也可能没什么兴趣 但是现在懂的人就是 就是在这个地方一定要做这种动作 因为你看大盘本来就是涨不动 我讲真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涨不动 不管基础现行 不管大盘的原因之下 都是涨不动 都涨不动 就是美股怎么涨 台股也是开高走低 很多人在做一个卖出的动作 这种 只要拉高就有在卖出的动作 干什么 大家信心不足嘛 但是你们想过有些股票 你都有人在卖它 它还可以涨停满 其中一涨就是什么 就直接送给你勤劳 勤劳诚信的一档股票 勤成8210嘛 这档股票也是 试不气饥渴的 不是涨停满 我会跟你讲什么股票 所以选股才是重点 选股的真功夫 不是随便说说的 你要做得到与钱同意 我有跟我们一样 找出一个好的选股方向 不要东买西买 而且你真的投资朋友 你要记住 这种行情培养你什么 你的情绪的控管 一定要非常耐心 它名字盘就是叫你等待 对不对 你便宜就告诉我说 这行情 我真的股票本身的话 要怎么办 怎么办 就是说股票 我套牢了 那股票怎么办 几乎这个地方大家都面临一个套牢的问题 那套牢是什么 第一个如果它没有未来 我会建议你去换掉 但是为什么你会面临套牢的问题呢 短套真的没有关系 但如果你的股票 像秦晨之前我们也短套过 有没有关系 没有啊 它该涨就要涨 但是如果你手上的股票 是没有未来的 涨也没有它的份 跌也它的份 你要等很久 那你有多少生命和时间跟它等 因为一年的时间 如果你一档股票等到 真的可以大涨 那一定要基本面 如果它基本面又不灵光 而且目前跟AI有挂上关系的 这个地方 当然我劝你 也还是要什么 还是要 还是要 破血险阵 要把它卖掉 因为时间没到嘛 一年的时间说 你可以做很多事 你可以赚一倍两倍三倍 那而且现在是在元月份而已 虽然是这样有点稍微小小的 选举的干扰 过三天 在三天之后 就不会干扰你的 所以 选钱不满 你选后一定要什么 就要追高 这是一定的 所以这个地方 大家知道 美股也在这边 呈现就是 还是在挥大带动 大涨 6.43% 昨天 那持续创新高 超微AMD的大涨 所以还是一样相关的 那两大主流 持续都是跟AI有关系 所以AI会领导大盘 在选后持续带领台股上工 尤其今天的 机可已经在发动了 非常的强 所以 请你好好的把握 AI相关概念股 怎么样去 去带领你赚大钱 那你说老师 这个地方我怎么带到来 最重要就是 你不要每次在下跌的时候 你就安安叫 你说我股票套牢了 那你既然知道你股票套牢 你为什么你喜欢追高 你难道你不能等它低的时候再买吗 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能等它低的时候再买 所以你看我们节目 我常跟你讲 你不要追高杀利 赚点小钱 我的节目 单单送给你这个情城 没送给我给你吗 银帆也跟你讲这么明白 正方也跟你讲这么明白 涨了一波还是有一波 只要跌你去买的时候 谁没赚到钱 你不要去给它追嘛 跌财是你的好朋友 追是你的什么 是你的坏朋友 那你要跟好朋友在一起 要跟坏朋友 我想答他们出来了 出来就很清楚 所以接着当然明天的行情 还是一样 这行情非常好 因为翔碩已经持续 PC在1月9号这边告诉你 PC市场需求复苏 那当然跟AIA PC有关系 2024年营业爆发 实际上它进来的利多相当的多 都跟AI也是跟高速传输有关系 它换机潮 翔碩 包围威风 还有包围有一档主要更下 叫6104的创委 实际上它也是高速传输的 那为什么只有翔碩 因为大盘量不足 不要急 你等了一定什么 如果严格说 翔碩会长 未来翔碩休息的时候 就轮到什么 轮到二线的 所以这地方你要等 反正是有机会的股票 那翔碩既然能涨的话 那相当高速传输 难道只有翔碩一档吗 不可能 还有威风 他就跟你讲威风 我认为不止只有威风 包括昨天跟你讲的通家 包括创委 都是 所以跌都是你的好朋友 不要看他跌 为什么他没有涨 翔碩是涨成这样子 没有涨就没有涨 会怎样 抱住就好了 大跌大买 分批做一个买金 你就会赚大钱 不然等着看下去 翔碩涨成这样子 怎么可能高速传输 没有未来 所以他的工业 所以等到什么 要么等到 有利空出来的时候 这个地方 高速传输 既然翔碩利多这么多 那相对很多股票 没有利多 还没涨 那就是会什么 我们可以预测 他可能有利空 所以 在翔碩这个地方 涨完之后 等到床码吃干净之后 就会利空发布给你 那时候你不要再又吓一声 哎呦 怎么会是这个事情 实在那个才反而是什么 是一个大好的买点 那想说 营运是好到2025年的 目标价是来到2400块 所以当然今天一定要涨的 今天大盘 就算没什么动 他也是领先大盘再创新高 应该创一个天价了 1870了 所以这张股票是很给力 836上半年 去年上半年是1月6号 765块你买的 也等很久啊 你说如果那个小高点1300 1300左右 没卖掉 他后来又跌回836 你怎么 你一定很气的 哇 怎么没有赚到 会不会怎样 实在这个地方 又是再次的 很好的一个黄金买点 所以有时候股票 要怎么讲 实在他有时候 很干扰你的心 当然是我们希望 百分之百 能卖到最高点 能买到最低点 能买到最低点 那实际上 我认为股票是 分批逢低做买进 逢高 你慢慢的出 甚至想说 因为他没有达到 他真的满足 你现在再回过来 要买上半年那个高点 1345就好了 你买得到吗 他现在已经来到1870 所以一年的时间 如果再回过来 你都不要理会他 都不要理会他 实际上他反而让你赚了很多的 一年时间是在说长不长 但是他买对的股票 你就可以 下半年都可以赚到128 当然最好是 你上半年卖一趟 下半年再买回来 如果这样操作两次就可以了 那你说老师 你可不可以做得到 我当然可以做得到 我怎么跟你谈谈享受 我8月份再跟你谈一次 我不知道他的走势吗 那上半年我们买765的时候 也公告给我们的会员朋友 所以跟着我们就是什么 就底部做买进 下跌是我的好朋友 也是大家的好朋友 所以在这个一档股票带动之下 这行情 当然我认为 好 这总算 再介绍给你1600吧 1620 这么好赚 你说我就是不敢买 那我有什么办法 我有跟你讲啊 包括1420这边 我都跟你讲过啊 说还会再涨啊 包括1620啊 那既然他会涨 就告诉你台股在这边 大盘都还没有往前进 没有马上创了一个波段的新高 都有股票持续再创新天价 就是5269的翔素 当然不会只有他一档 还有很多档 因为现在唐琴常常在 大盘在整你的过程里面 都敢再持续创历史新天价 股票 跟什么有关系 都跟AI相关性有关系 而且他晶片 USB4的晶片 也是通过认证的 那这个当然是 一定要用到他 那接着当然 这个地方是上次跟你讲的 买点 12月12号 白纸写黑纸 你就钱他太贵 我也没办法 那早期八三百元写他说 哇这碟这么深 我可以买吗 所以很多东西什么叫对高 什么叫高 什么叫低 有网团队 来帮你做检视的动作 这是最棒的 好接着 这个地方之前再创天价 现在持续 而且高纸指发在低档的时候 还是持续在这买进 这之前的资料 一路跟你讲 天天跟你讲 天天跟你讲 想说 公安会操生意 好当初把你洗脑吧 对你洗醒了没有 现在已经来到这个地方 而且外资要调高目标价来2,400 所以高速传输 本来就是AI里面非常重要的 里面AI传输 到AI的所有的 的传输的速度 当然要快 所以放到晶片 一定什么 跟以前USB3.0 当然是有很大很大的不同 所以价格也非常高 那这个也不是 他这也是算是 这一方的Bot组 USB4的高速传输的 这个晶片的Bot组就是有翔素 那剩下那个小厂 当然是会雨入均沾 但是比较 没有像它涨那么多 但我们可以等待 所以那接着我们要看一下 这是翔素的带动之下 所以你很多 跟高速传输有关系的股票 你一定要尽量低接 那你要想赚大钱就找我吧 如果你想赚小钱低接 你不会吃亏 那1月9号 这边美国宽平的基建 又来助力了 昨天跟你讲过星通 那今天实际星通 还是有利多 虽然它没有涨停板 3025的星通 一个月 它已经告诉你 它赚了 赚一个月 看清楚 赚因第三季 但那一个月赚因第三季 虽然它今天股票 本身也表现非常亮 连续两支涨停板之后 今天还持续收红 大盘是收黑的 而且12月份的营收 连增了快七倍 所以今天 当创高之后 我们也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的确 它今天有留给很长的上一线 为什么这档股票 它还要再洗一次 第一个 因为它本身的话 乖离过大 乖离过大 所以这个地方 也不建议你这个地方 去追它 我先跟你讲 它下跌是你的好朋友 下跌的时候 我们再说再研究 有机会 我会带领大家 但有档股票今天有下跌 新铢今天连续上涨 这样我们跟你讲了 两天后 今天还是持续 有来到六支头 又回到五支头 但是收红就对 所以代表它乖离过大 目前它会开高 会震荡 开高震荡 那以前要震荡 那我卖一跳 那如果开高 不定震荡 那就很可怕 那个力道很强 但是我认为它乖离过大 如果怎么样 买不到人 你也不要去急的 因为你有下一档选择 就是4909的新复星 今天在这边 我特别把它印下来 我昨天有跟你讲 我这档股票 它今天最低还33 尾盘什么 它就吃货 尾盘不是 直接就冲上去了 几乎收最高 大概37 早上怎么这么快 早上对啊 早上还有黑啊 我在 在1月9号今天 特别印下的时候 它还在黑盘 还没有很漂亮 34块 其实我昨天 就要隐约高 这档股票也是急拉之后 它因为稍微回撤一下 拉回一下 回撤一下 所以买点 最好的买点 就在这个地方 甚至你买到33块附近都很好 34块以下 现在可能连35块你要买都有点困难了 所以有的一定要好好的续报 昨天才跟你讲完的股票 刚好今天跌下来 就马上印证 我们选择股票就跟别人不一样 就让你赚钱 如果以等距离来说的话 这张股票的发动点 到现在来说 实际上36.4 接着要过了 接着要过了 所以 当然今天也过了 过完之后 如果拉回的话 我们再来做一个考虑进场投资 因为这个行情是难盘 你不要说我给你讲什么 就自己去追 那甚至你可以逢着五日线做动作 五日线做动作 那我们的股票也不敢跟百分之百 在这边跟你讲说 每一档股票马上可以动 因为大盘几位量能不够 所以你一定要稍微忍 要知道他的一两档股票 如果不如你意 你资金又不够大 你一定要以股换股 在一个最佳的时间点里面 来找我 我帮你做换股的动作 那有些投资朋友就很奇怪 有时候都刚好在 你就买不对股票 那来到那个地方相对差不多的时候 就要砍掉了 不愿 老师我就是会赔钱 还是赔多少 赔一千两千我给你好不好 你换到股票会大涨 你为什么不要 就为了那一千两千万在干扰 那等到结一下说 哎呀 我觉得 我怎么办还在跌 那你既然怕跌的话 就在一个最好的时间把它换掉 重新调整脚步 只要怕你的股票 不会赚钱的人 你一定要记住我话 就是一定要低接 尤其我们在频道上 中天频道上跟大家所讲的 好像那种新复新 包括一些排名上主流股 你都沿着五日线去操作 我觉得会比较合情合理 但是如果你要追高的话 当然是请专业帮你做追高的动作 否则的话 你追的不行 因为专业帮你追高的话 知道它什么地方 是法人在进场的动作 那你比较安全 才可以与钱同行 那接着当然今天我们很多人在问我 老师洪达店爱当买了吗 实际上你现在买它的人 可能明天也不会大涨 我觉得 如果预测错的话 明天 因为它有一个反压线在五十六块左右 但是未来它必定会过 所以这地方就是天人交战 老师到底要不要我要不要 我告诉你 你只要低接它就没错 我不知道它有没有低点 但我认为明天那个地方 的确的确没有这么容易过 但是不小心如果关键点 却是直接 因为它只要利多 法人买它就一定过了 所以当法人要买的时候 你跟它同步什么 做加码动作 因为反而是五十六块的地方 是一个很重要的加码点 未来那短线来的话 它不见得马上过 所以我选择叫我们的会员 手上有宏达电 你就稍微安心续报 因为四五十块的股票 要涨个一倍两倍三倍 实际上从去年的经验来说 是很多股票 创造非常多的家机 所以宏达电 预计在这次CES展的期间里面 它转出新款的虚拟实际 结合人工智慧的相关产品 实际上就是所谓 头戴式装置 这个地方 都是非常重要它的 不要一直以为 它好像看到它 红达电 就会 就会开始说 哎呀 这烂公司 现在以前在1300的时候 谁会说它烂公司 它也是曾经是谷王 那现在红达电是 告诉你它 今天我特别 我怕你早上没看我们的节目 我特别提醒 它是面临到一个 第十三年的转折 而且Machine Pro本身的话 只要卖得好 而且郭敏奇这个大分析师 也非常肯定 它对苹果 是实 是地表上 只要是最会 最了解苹果的未来 只要讲苹果的目标价 各方面 基本上都十拿九稳 所以 跟 苹果这边 它 当然这地方跟苹果也发表 竟然要发表 Machine Pro本身的话 将是下一个 消费电子的一个 很重要的产业 你还有相反 它去年有告诉过你 大力光的时候 郭敏奇 他把大力光 调高目标价 VR跟AR的产业的重要的活种 那当然VR跟AR本身的话 真正在这边深入的 最深入的是宏达电 研发会花很多 到现在都还是在亏钱 这也是实在的话 所以未来进入到 它一个 开始要开花结果的时候 当然 你有看到 它12月的营收 是开始回升了 成长了八成 11月也成长了六成 已经不再赔 这就是它最大背后的利多 所以未来 如果郭敏奇 肯敬这一块的未来是 消费电子的明星产品 那当然也不会缺少宏达电 我要跟你讲这个 曾经这个人 讲大力光准备 他今天有讲的股票 十拿九稳 所以我们就要相信他 他说不好的股票 的确市场上给他评价 也非常高 他讲什么 人家说他画质也坚重 尤其讲苹果概念股 苹果Apple 更是 是 例表上最强的分析师 那这个地方也是很重要 刚好配合他讲了 包括今年的 Version Machine Pro 本身 有一个未来的 产业的发展 那这个地方 当然宏达电 从1300会跌下来 这是我要跟大家谈的时候 你自己减嘛 113减掉100 是不是13年 所以今年正式 进入他的一个 启动年代 大转折年 所以我才跟你讲 56万实际上是个加码点 短线上 我承认他不容易过 甚至明天可能会 跌下来 可能会开高走低 但是我不会接那种短套 我认为那叫短套 你买的 未来你会赚得到钱 短线上我不敢跟你讲 马上可以现买现段涨停板 但是如果不小心 运气很好 你现买现段涨停板 这个地方真的是 你真的是蛮有福气的 而这张股票 今年跟去年一定大不同的 所以你要特别的 而且指标都在抵挡 MACD跟KD都在抵挡去 所以这张股票 既然今天没收最高 55.6 因为56块 那个年限在这边 本来就不容易过 本来就不容易 但是他自己一档已经打底完成 还没有正式走出生段 所以还有主生段 还有不小心会不会有嘎空段 噴出段就是主生段中的主生段 就像上次从100年 最高来从1300 为什么涨到1300 最重要就是嘎空 嘎空 所以空单 这个地方竟然 宏达电这两天的空单 也在增加中 如果空单不小心增加太快速 他应该会直接奔到六支头以上 甚至七支头 这边跟大家分析 说宏达电不要去看坏他 就怕没低档 那今天秦城 大家知道这名字 听得就很详细了 秦城就银帮2023年营收暴击 今年也是仍然是AI的 就独秀 一支独秀 那银帮的话去年涨那么多 今年再怎么跌 跌到400块不跌破 那我就没法度 最好秦城这张股票 也是补你银帮所没赚到的钱 而且我们跟你讲得非常的明白 400块 那早上也讲过 他不来 所以今天涨停板 虽然没锁住 但是我认为 你不要卖没有关系 你卖掉也不见得 有什么低档可以买回来 我肯定跟你讲 因为400块已经打底 重点是他往哪里走 他这四支头 就准备要往五支头来卖进 所以这地方什么 你就抱住 再问他竟然没有涨停板卖掉 你卖掉也不见得买回来 我已经跟你讲这么清楚 而且指标带也是在相当低 只是因为进来的 短线客也相当多 因为大家无聊 就想说这股票强势转 有涨停板要不然就卖一下 做个当冲 是这个原因他被打下 实际上 这档股票 你不能太小 鼻子小眼睛看待他 因为秦城价位比他低 但今天秦城为什么可以说涨停板 因为大家本身都在冲银帮 你不要看一下 他的冲销比应该蛮高的 那这人他就没话说 卷值比都还在23.79 那今天这个地方很明确 这又是另外一个里程碑 他上次从20块以下 涨了一小波来30块 涨了五成 所以这一次的底部 我那时约了我跟你讲 24块左右 那时他跌停板 我说跌停板也不用怕他 跌停板隔天也就是买进 跌停板隔天不再跌的话 这个都是买点 因为这个都是五颗星的股票 然后从那地方开始算起来 24块开始算起来 这种股票应该 以目前来说的话 他也是一档冲天炮 会冲过什么 前波高点不太难 不太难 这种股票也从一字头 到二字头 我们都跟大家报告过很详细 他就是一档正在发 正在发 而且等了一年 你要给他发多一点 好 这是之前 我说一个月涨一倍 Mence你一年 所以这种 这种 这种耐心 包括那个 实在是要考验你的 人的个性 就像修行一样 要如如不动 你做得到吗 每天很多客户 今天这人也要那人 你永远赚不到钱 股票不要跑来跑去 那也不要追高杀低 对 你说你没钱的话 不要一次二下 就分批做买进 分批 如果一百万就三十万 三十万 那也不要说一天就全部买满 就慢慢来 除非我告诉你 重压哪一档 那确定有消息的话 你重压那一档的话 才会说Bingo 如果你想要在那边 重压一档两档的话 短线上 能有一个获利 这个地方 你一定 要记住 最少获利一定要 在什么 我觉得一档股票 获利如果 没有三成以上 现在都不值得我操作 所以 为什么我的股票 可以赚三成 要赚10% 5% 也很简单 在你要低接一些主流股 如果你低接的正发 那时在跌离买位置的话 在今天 单单今天的涨停满 你就赚10%以上了 何况在之前的话 我们等了一年 11块到12块 大底完成 是不是涨了一倍 还有一倍 如果这一波涨到24块 这边刚好 回来做整理 好 那很清楚了 24块从那边再出方 就是另外一个里程碑的开始 应该 涨了5成 还有5成 就是什么 从这地方开始的话 准备 三只头重新会再看到 所以请你不要在那边 自己 自己 常常会想太多了 所以今天当然 今天在选举前的 前几天的话 你要记住我的话 要记住我的话 就像 吴姬要记住他妈妈 跟他讲的话 不要相信空头 否则你会被他害死 否则你会被他害死 要相信一些 不要相信那些曾经 就是说 正邪不两立 那当然 这一句话 以前在吴姬市 在张吴姬这个人 等于是 他的爸妈是被 被人所害 杀死的 所以他就这样 记住 就是 谁杀了你的父母 叫他 寄取教训 就是谁害你 卖在相对低档的人 你知道吗 听得懂 就是谁害了你的人 你要永远记得他 谁害你赚不到钱呢 为什么你还苦苦的 在看他的节目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跟你讲的 勤劳又诚信的 这档股票 就是秦城 1月14号 就给 也还是给你 还有包括雅力有没有涨 今天来到82块 所以是1加2等于什么 等于就是霸王花的发 所以有股票问题 那时候我们都告诉你 你可以来地方 我们帮你做解决 那你看秦城 我们都不用叫你来四代 你直接看节目就可以拿去赚了 今天涨停板了 所以说 什么叫 很多人在推什么四代 或是我们同意也是很喜欢 你先来把资金多少 我帮你规划 现在四代 我也不用帮你四代 你看我节目不要追高杀利 我该送你都送你了 所以这样代表 我们都直接两张跟你讲这么清楚 比你去被四代 来得更有价值 你听得懂吗 我们是公开化的 所以很多人 老师你为什么不四代 我电视上不是已经给你四代了吗 直接跟你讲这么清楚 这样秦城没跟你讲得很清楚吗 有吧 所以接的很简单 秦城错过了 现在这个地方 已经错过了 秦城未来会不会再来创破断新高 以目前的走势 我觉得越来越有机会 但是 这个勤劳诚信的人 接下来到底要找谁 我要找给你的 就是真正的底部 要进场的啊 你不要老是追高啊 就像今天秦城涨停板了 但是之前我送给你的 还记得勤劳诚信的人吗 是不是我还没有涨停板 就卖光光了 一定是啊 投资本每次看盘面不好 都把那些 有比较量 就是比较逆势上涨股票 有获利就把它卖掉 实在你常常错了 你要卖掉是那个 让你赔钱的股票 因为你资金只有一套 所以你一定要把一些不对的股票 在即时的行动里面 在一个相对不要太 我大概都换股就这样 就是把客户的股票 在一个以股换股 那不会让你赔很多钱 但是你换过股票涨一倍 你就不会在乎了 这是我从来 我的规划的重点 而且我股票不会跑来跑去 来回做价差 把我尽量低接 这样子的话你就成为 非常有钱的人 在股市就为了一个钳溺 不要说我跟我讲 你不要来赚钱 你就是为了赚钱才来股市 所以要怎么样培养你的胆识 不要心惊惊 心惊惊 translating 然后买了又怕 怕卖了又飞了 就是这样很麻烦 所以你一定要培养底部进场 你喜欢底部进场再来找我 如果你想要每天要那边冲来冲去 实际上看电视就可以了 也祝福你能冲到好的股票 我们从来都是希望带给你 就是一倍两倍三倍的获利 因为从今年年初开始 你可以赚到年底 去年不就这样子的吗 2023年 今年的行情会比去年更大 因为政党这个地方选完举之后 我们台湾会补涨 所以选举完之后就没有低档 如果你喜欢追高 你可以等选举完之后再去买股票 如果你不喜欢追高 你可以来找我找下一档 可以代替你勤劳 就行程嘛 82110行程嘛 到接下来你要找谁 可以让你复制成功的经验 这个地方欢迎你 反正进来的伺服器即可全涨厅 已经告诉我 救世主 AI的救世主已经在启动了 所以你也没有多少低点可以做买进 但是为了下一半会在哪里 就是接下来找我 我会告诉你 然后你想赚钱 得了 就什么 就拿你的股票来换 那你一定要愿意换 不要跟你讲说 哎呦我就是赔钱了 这话我不要听了 你不换也是一样 那边都有如如不动 所以接着我们也欢迎大家 记住 真的记住这句话 永远都是这个观念 股市的输赢就只有一个 两个重点 一个是选股 还有买卖点的规划 那这是我的强项 如果你可以接受我的规划的话 你记住来找我就对了 那接着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获利又是两件事 找一个眼睛好的人 他会帮你选股的人做动作 那一切就OK 今年你可以赚得满满的 赚得饱饱 喜欢赚大钱 再来找我们 也祝福大家明天操作顺利 明天见 拜拜 选股操作的过程中 总是追涨杀跌 挑错标的 在股票市场中 我们拒绝继续当韭菜 获利是我们的目标 涨停是我们的期望 告诉你法人资金动向 跟着强势股 赚一波 让股市霸王花和怀珍 带着您与钱同行 然后再来一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